警方今天月起将毒品调查科内的财富调查组 分拆并提升至财富情报及调查科 专责调查洗黑钱案 警方又发现有不法分子利用虚拟银行洗黑钱 并增加警方导致的困难 以往洗黑钱的案件由警方毒品调查科财富调查组处理 由于这些案件数量日增和月趋复杂 警方今个月起将各一组独立分拆出来 成为财富情报及调查科 并且增设一个总警司职位带领 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合体有三组 分别负责调查、充公资金、收集、分析洗黑钱罪案等等 警方说本港洗黑钱案有上升的趋势 今年头五个月一共有743宗 比去年同期增加近一成二 接获的可疑交易报告数字也按年上升 至于被充公的财产 比起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达到15倍 即使比起前年也上升近一倍 警方说近年罪犯利用网上银行服务犯案 增加了截查的难度 警方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乱将银行户口和密码交给其他人 即使是亲友商借都要小心以避免成为洗黑钱和可疑交易工具 凡修例期间不少市民发起重酬 但之后被控洗黑钱罪 警方说本港暂时没有法例规管重酬 不属于违法 但期间如果涉嫌触犯其他罪行 酬钱就可能变为洗黑钱 警方强调并没有刻意针对重酬 母线电视记者刘俊玉报道